目前台湾已经有63座高尔夫球场 环保团体指出 根据教育部的评估 还可以容许再增加16座 而且都允许该在汲水区 但教育部否认 高尔夫球场新建时大大改变地貌 为了要有漂亮的草地 使用大量肥料农药 一直被视为会破坏水土保持与污染环境 不过环保团体指出 国内已经有63座高尔夫球场 教育部却在全国区域计划修正案中 提出可以再容许增加16座 这密度已经是全世界最高了 竟然说还可以 总要还可以再增加16座 教育部长是不是要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要发展全民高尔夫球运动吗 环保团体要虑 许多水库集水区已经化回都市计划范围 教育部竟然同意都市计划土地 就可以设球场 代表球场可以盖在集水区 不过教育部提出设置的指导原则 指出球场不会盖在集水区 以及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等地方 体育署表示 可以容许增加16座球场 不代表要盖这么多座 不过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与观光发展 需要规划新球场 环保团体则坚持 国内高尔夫球场的密度太高 要兴建一定要严格评估 对环境的冲击 记者有点净 陈立峰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观点栏目